大家好,歡迎收聽 芒向編輯部,這裡有我的 Raymond Wong 還有義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午安和晚安的大家好 這個疫苗通行症的問題 最後會一步一步加到去打三針 其實這個沒有問題,但是 有一位市民叫曾女士 她接受了日月神報的訪問 她是這麼說的 我現在要澄清一下,我不是罵日月神報 其實日月神報,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她們比較公正一點 就算封面放在林鄭的照片 都不會拍到林鄭是很醜的 我自己覺得是 有些人專門截圖別人最醜醜的樣子來做 其實本來是不對的 有些人說明報是黃的 有些人說日月神報是黃的 其實說真的,別人黃報 就算是黃報也好 她也沒有醜化特首 所以你們的論述 有些人的論述 所以特首不是最大黃絲 連黃報也不會抹黑她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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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很輕 這就是要說回英國衛生安全局的數據 如果不接種疫苗60歲以下的人群裡面 Omicron的病死率是0.03% 如果打完三針疫苗 這個病死率就會降到0.0086% 你要記住 死亡是死亡 死亡是最嚴重的情況 但是有重症 重症率的數字 其實現在是不清晰的 重症的統計 有的時候我們會講 現在我們先講講死亡 如果是60至69歲的老人 如果不接種疫苗 Omicron的病死率 就是2.65% 這就是根據BNO祖國衛生安全局 UKHSA的數據 如果打了三針疫苗 60至69歲的人的病死率 就會降到0.09% 所以對於70歲以下的人來說 打疫苗 是可以將病死率降到很低很低的 好了 70歲至79歲的人 老人家 不接種疫苗 病死率 Omicron 8.87% 如果打了第三針 打了三針 病死率就是0.42% 是不是相差很遠 是不是相差得非常遠 好了 還有 80歲以上的老人家 如果不接種疫苗 Omicron的病死率 是21.54% 是 你打了三針 就是2.61% 記住 這些數字 剛才他說打了兩針 不想打第三針 打了兩針 遇到Omicron 60歲以下的人是怎樣 60歲以下的人 如果接種兩針疫苗 那麼 病死率 60歲以下 就會降低到 0.02% 其實就比打了三針 高一倍又多 你記住 因為打了三針 就是0.0086% 60歲以下的人 如果你打了兩針的話 那個風險就是比打了三針的人 高一倍 OK 一倍又多 知道嗎 好了 如果你是60至69歲的老人家 你打了兩針疫苗 病死率 就是1.02% 對比起接種三針疫苗的人 這個數字 是10倍又多 因為接種三針疫苗之後 Omicron的病死率 就是0.09% 就是1% 去到10倍又多 其實是1.02% 好了 那麼 在70至79歲的人群 如果你打了兩針疫苗 可以預計的病死率 可以預計的病死率 就是5.64% 這個數字 是比打了三針的人 也是高十幾倍的 要記住 打了三針的人 病死率 是低到0.42% 但如果你打了兩針的話 就是5.64% 是十幾倍的 好了 如果去到80歲以上 你打了兩針疫苗的話 病死率 13.07% 那是 大概 是 打三針的人的5倍左右 因為打三針 80歲以上的人 病死率就是2.61% 那你自己 想一下 看看值不值得搏 有些人覺得無所謂 我去搏 沒所謂 單赤便摩托 你喜歡就不打第三針 但是 就算是60歲以下 你的病死率 打兩針的病死率 是 打三針的病死率 其實是一倍有多的 所以這位曾小姐 如果你有聽 不過應該可能也沒有了 她接受了日月神報的訪問 如果她有聽 《魔力天出報》的話 或者有朋友 接受了《日月神報》 訪問的 曾小姐的朋友 聽到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希望你去勸她 去打第三針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 概念是錯的 就是 染Omicron的病徵不嚴重 這個概念 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一定要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事實來的 不是吧 其實最嚴重的是 如果不接種疫苗 個人中招 開始病重 然後進入ICU 然後死亡 以及過程中 傳染給其他人 為什麼不打針呢 有些人是 她不會考慮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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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覺得 這麼輕症 要打針嗎 不關我的事 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一定要告訴大家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這個病毒很低估 真的很低估 這個數字 其實我們昨天在節目裡 講過一次 我們也有精選至錄 但我們也要再講一次 為什麼呢 不要嫌我們侵 因為 我看到很多人在說 Omicron是輕症 病症不嚴重 在英國 整體死亡率是低的 在美國也是 我們也有說過 但是 你只要看細節的數據 你就會知道 實際上 Omicron也是重症的 對不打針的人來說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你不打針是嚴重的 這個病尤其是老人家 80歲以上的老人家 不接種疫苗 Omicron病死率就是 21.54% 死不死 死不死 所以是嚴重的 告訴大家 如果政府再安排 大家要加強針 你也是要打的 不要聽 有些人說 要說一下 之前有人留言說 何國榮 何國榮現在真是聰明 這個人 他這個人不是壞人 我也要說一下 他這個人不是壞人 有些人說他是壞人 嚴格來說 他是一個無知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好人 一個好人又無知的人 其實都可以做壞事 我只能夠這樣說 你要記得何國榮 其實是哪個呢 就是TVB裡面 無線 他們的劇集 永遠外國人都是他的 其實是御用的 其實是御用外國人 其實是御用外國人 就是TVB那裡 當然他 就拒絕打疫苗 他在面書發了文 他就說 打疫苗最終的後果不堪設想 我選自由 我選健康 這個問題就是 我告訴大家 他回澳洲也會有問題 這個人 他不打完疫苗的話 基本上澳洲也未必會讓他入境 其實就是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好了 他說他選自由選健康 他就說2月底 就不可以再享受堂食 他說 那是OK 現在多享受先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這樣 就是 他是 在哪裏找那些資訊回來的 我猜 他都是 在Youtube那裏找 還有 現在 在Facebook那裏 有很多人都宣揚一些 打疫苗有害 對身體有害的 論述出來 但是 只能夠告訴大家 這些是沒有根據的 還有 尤其是之前有一位 叫Robert Malone 我們都說過 現在的視頻 都說他發明這個mRNA疫苗 他自己也不接種 這個也是說謊 這個人也是說謊 現在大家正在用的mRNA疫苗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概念 他就有份想出來 但是實際上 應用 為了老實實就不關他的事 當然 這個人散播了很多假資訊 也有很多人相信 不幸地 何國榮是其中一個 我不是說要針對何國榮 想罵他 他只是說這個看法 只是 他這樣看 覺得疫苗是 剝奪自由 這個絕對是錯誤 我個人認 疫苗的 疫苗是保障 疫苗是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但你為何要選擇他接種呢 是沒有理由的 真的沒有理由的 唯一能夠解釋 就是相信一些不對的訊息 所以 接種疫苗 不是剝奪人生自由 這種看法是絕對創的 這種看法 這個為何要說他呢 其實就是 因為現在有些人 很贏這一套 他就說 打針後果不堪設想 不打就沒有事情 最近撤死的人都是打了針的 沒有一個沒有打針的 現在越來越多這些謠言 為什麼我說是謠言呢 其實當你的社會 越來越多人打了針的時候 撤死的人 就會是打針的比較多 其實新西蘭現在就有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打了針 因為已經有九成多人打針 技術高 撤死的人 就會是打過針的 有接種疫苗紀錄的 因為九成的人都打了針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呢 現在的人開始 拿些數據來玩東西 所以我們叫大家警惕一下 就是你的基數是大很多的 譬如我們這裡 已經九成多人打過針 九成多人 它裡面一定會有人撤死的 每天都有人死亡的 每天都有人出生的 對不對 現在來的死亡的 個案 也是有打過疫苗 難道全部都是蠟疫苗的事嗎 不是這樣的 大佬 你打了疫苗之後 說真的 難道幾個月之後 都說是疫苗的問題 令人出生嗎 幾個月 你不能這樣 難道你打完疫苗之後 不能死的 要長生不老疫苗 這支是 我打了三針 八十年後 我死掉了 我釘那個蓋 是不是有蠟疫苗事 不行的 我沒可能會到八十年的 身體不太好的人 記得去打針 我也要提醒大家 這就是問題所在 身體不好的人 有些連針的關都過不了 其實這就是那個問題 所以有些人會這麼害怕 我身體差到連針都過不了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不打針的話 你中了新冠 你還是過不了這關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自己就 自己看一看那個現實情況 就是 我們講完數字給你聽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也沒辦法 現在我們那個傳播力量 絕對不夠別人厲害 因為別人 他們有說別人 別人又不對 別人的操作 就是他們已經很容易 聚到一班不打針的人 還有一些不打針的人 很厲害的 他們說 打不打針是個人選擇 不可以強迫的 有些人還說 哇 打了疫苗之後 疫情不是更嚴重 那些人還到處走 其實這些是很荒謬的 即是你打了針之後 你走不到處走 其實是兩件事 我們的網友打了針之後 根本每個人都在家裡 對不對 即是你講這些 根本是神經的 不過他們就聚到一班這樣的人 我就告訴大家 即是 如果你去看到現在 何國榮這些新聞 其實已經去到新加坡了 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有報他們這些新聞 傳播力厲害的 傳播力厲害的 我就告訴大家 哪有人傳播 魔衛片出報 沒有的 即是他們叫人 叫人不打針的人 那些東西 傳得很遠的 沒有的 是沒有的 基本上是 是沒有的 基本上是收了期的 我們這裡是 是 好了 Tommy蕭說 跟無知的朋友 爭論接種疫苗好處的時候 我會舉你們爭志 開拖 臨界點才會停止爭論 等大家平靜下來 我會繼續追擊 因為是朋友 就是朋友才叫他打 是啊 坦白說 你不叫他打一分鐘 他死了 唉呀 你會後悔一輩子 你會後悔一輩子 你會覺得 為什麼我那時候 不大聲點叫他打針呢 努力點叫他打針呢 這個很重要 Toracef就說 現在香港唯一危台的婆婆 就是沒有打針 中Delta 其實Delta的致死率 沒有打針的人 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啊 Delta 七十幾歲的人群 你可以看BNO祖國的數據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超過百分之十的 之前印度是Delta 印度最強的那一波就是Delta 是啊 印度死亡的情況 印度死亡的情況 就是人禍 因為他連氧氣瓶都買不到 其實印度那時候 有些不同 印度的死亡率是高的 因為他的醫療系統不行 但是 其他地方為什麼 沒有像印度一樣 因為他們 其他地方的操作就是這樣的 就是他盡量令到醫療系統不崩潰 那你的醫療系統不崩潰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會因為新冠而死 或者少些人會因為新冠而死 其實就是這樣的 是要去打針的 打針是很重要的 我們說完又說 說完又再說 當然很討厭 因為你叫人去打針 其實有時候真的朋友都沒得做 是 妹拉就說 我們覺得林鄭真是很打得 不是 又要說回來 很多人覺得她很打得 但是很多人覺得她很打得 很可憐 我們要說回來 今早節目的開始有說到 很可憐 即使這麼多人全力圍攻 都可以頂到現在 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已經心急如焚 他們不會心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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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繼續活黑 因為活黑人容易過 說好一個人很多 因為壞消息永遠傳得快 其實是 那些正向新聞是沒有人看的 其實 只有國內的人 是習慣了看正能量新聞 我告訴你 即是香港自稱正能量的人 都是正能量 全部都是 是啊 是羊 正能羊 新冠寶島說 聊天實事人數 一個又跳到一五八 今天這個數字 壞了 我也是 我都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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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正在觀看 我只是跟你說話 一個人正在觀看 只有你一個 只有你 只有你 傳大有你 子欣有你 你事為一 哈哈哈哈哈哈 浩空有五個進入ICU 都是沒有打針 昨天林鄭講 事實上一定是 我們講過很多次給大家聽 進入ICU的人 根本上 為何要講澳洲的事情給大家聽 因為香港媒體不報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次節目講 澳洲 有一個地方 這個是反疫苗的首都 但是這個反疫苗首都 其實都八成多的人打了針 可以打針的人 一路反 已經是澳洲反疫苗的首都 我最反對疫苗了 然後自己跑去打 那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他的數字 其實澳洲的人 主要都是會去打針的 大部分都是 我們為何要講那麼多話給大家聽 澳洲的情況 其實澳洲是一些政策失敗的地方 我們都要講 為何要講給大家聽 澳洲的反疫苗首都的人 會這麼多進入ICU 就是告訴大家 不打疫苗的嚴重性在哪裏 因為基本上 這些ICU是被他們霸了 還有 每一個人 每一天是使政府 兩萬多元的 如果住在ICU的話 是政府埋單的 最後是兩萬多元 你收了多少錢 如果他在公共醫院那裏 收了兩百元一萬 兩百元一萬 你就花兩萬元 就收回兩百元 你是納稅人來的 你說幾糟糕 我就告訴大家 是死的 是糟糕 ET說入ICU大約有 百分之二十是還出 其實就不止 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止的 其實就 這個一定要告訴大家 不止百分之二十 尤其是中了Delta 那個數字根本就不是百分之二十 這麼少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他的病死率 你中Delta 尤其是老人家去中Delta 是去到百分之三四十 是很高的 我們都說過 現在Omicron也百分之二十幾 如果你不打針的話 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就是因為 我們告訴大家 一定要去打針 不要相信那些 即是誤信了其他 錯誤資訊的人 就不去打針 文輝說現在最擔心是安老院 因為安老院疫苗接種偏低第五波疫情 重症用呼吸器也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根本大部分都是 我們說過的 為什麼經常都要說澳洲的政策失敗 為什麼它清零天堂 變成Omicron地獄 Omicron無間地獄 為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要說這些 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人說 可以和病毒共存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澳洲他太心急了 他根本一直沒有疫情 一直清零 人們打了兩針 他就開了 他就覺得沒事的 開了 這樣 問題就是 你開了的話 就惹到到處都是 變成Omicron無間地獄 現在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連超級市場的 供應鏈都有問題 因為超級市場 沒有人收拾貨 在新蘭威爾斯那裡 我們都說過 就是這樣的 Freder Wong說 其實香港是不是很少人 在西方的新聞 每天都說 入疫苗 病人大多數沒有打疫苗 我們 去年 整年都是做這些節目的 就是告訴大家 有得打疫苗 快點去打 不要浪費時間 要大家去 有一點國際視野 你就知道 你在香港應該做什麼 因為其實香港沒有疫情 如果只是說香港的情況 根本沒有人會去打疫苗 你還是要說外國發生什麼事 才會有人去打疫苗 其實是這樣的 Chan Vincent就說 又不打疫苗 又要共存 不清零又要通關 很分裂 因為香港的社會是撕裂了 所以他會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說 不打疫苗 要跟病毒共存 這些可能是同一班人 這些可能是同一班人 但是你說 不清零要通關 就是兩班人 所以 沒有辦法 香港的社會 是大激活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Toracef 現在用op out方式 去幫助長者 打針提高了接種 是的 所以這種方式是有效的 但是 在學校做這種方式 連校長都不支持 連鄧飛都不肯去幫忙 所以你說怎麼搞 你說怎麼搞 其實是不能搞的 鄧飛也 死了沒有 鄧偉斯說 香港第一個養老院群組 就是34人 還只有32人死 那時候是最慘的 而且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風險 所以 香港特區政府 一有疫苗的時候 就馬上頒疫苗回來 結果 這麼早頒疫苗回來 就被一份元宇宙洞房說 特區政府找人做白老鼠 所以你說是不是死定 就是死定 就是這樣死定 我告訴大家 ET就說 安老院肯打針 免六個月轉費 是嗎?有這樣的事情嗎? 我好像沒有留意 這條橋 這條橋是否可以呢 我告訴你 是不行的 有些人說 我給不起錢嗎? 我給得起錢嗎? 我是不喜歡打針 你出了我的帳嗎? 有些人是這樣的 真的是這樣的 Judy K 新BC經常會說 一些反疫苗的人 中了新冠之後 多辛苦 後悔沒有打疫苗 真人真事 我們其實 一整年都有節目 是這麼說的 2021年 你留意一下 你回去看我們2021年的節目 正向報也好 模樣編輯報也好 裡面有很多節目 是叫人去打針的 基本上 但是沒有用的 勸到一部分人 勸到的就留在那裡 勸不到的人就走了 其實 坦白說 沒有辦法了 來到這裡我們還是要繼續做 因為 不是 這麼輕易可以放棄 如果是這麼輕易放棄的話 社會就會懶了 不行的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 好了 下午再見 拜拜